在英國有一個先生 他叫做Mr. Mathing 就是那個甲腕先生 甲腕就是一種 聞起來很像屁的氣體 他的職業是放屁師 大家好 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 今天接下來的幾分之中 你就要聽我來屁 這個甲腕先生 他有一次在練瑜伽的時候 發現他有自由控制放屁的能力 他可以一邊做瑜伽 然後一邊放屁 於是他第二天 他發現他自己有這個能力之後 他就找了他的朋友 在他面前表演 連續放20個屁給他看 這已經不是朋友了 這是真愛 這個之後放屁就變成他的專業 他還跑到這個 英國的達人秀表演 他放屁的能力 你知道那個英國達人秀 他每一集的冠軍 其實有一個獎品 是可以在皇室成員的面前 你說皇室成員是指 塔爾斯王子他們這樣子 對 英國女皇 他沒有得到冠軍 可是他如果得到冠軍 他可能就是皇室成員要看他吧 哇靠 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放屁 我也會啊 放屁能當成職業會不會太扯 沒有 我跟你講 歷史上其實一直都有人 拿放屁當職業 而且呢 他們的能力絕對是你做不到的 這個最早的放屁師呢 是在1892年 對 有一個叫約瑟夫普耶爾的人 他跟這個甲腕先生一樣 也可以自由放屁 但是 他比這個甲腕先生還要更早出現 你可以說他基本上就是 放屁界的業問 他說他第一次發現放屁這個技能呢 是他在潛水的時候 他發現什麼 他可以用屁眼去吸那個水 然後再把那個水給噴射出來 哇 這個屁股是多有力啊 那接下來的幾次實驗呢 他發現他不但可以用屁股吸入水 而且還可以吸入空氣再把它噴射出來 簡單來講 他就像是小叮噹的那個空氣泡的概念 可以噗噗噗噗噗噗 就是一種武器 而且他還說 他可以用他排出來的空氣 去製造出不同的聲調 所以他就可以因此演奏 音樂就是 屁樂 他可以按照聲調的高頻 然後可以演出一些經典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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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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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你感覺上都非常的唬爛 可是因為沒有影片記錄 你也只能相信他真的有 譬如說春秋戰國時代 有一個很有名的名人叫老癌 據說他的老二又大又硬 大到可以直接把那個 馬車的車輪掛在上面 在那邊旋轉 不管是東西方 都是喜歡一些有專業技能的人 以放屁為娛樂的這種文化 不是只有出現在歐洲 他說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的網站上 也曾經收入了一個 古代的傳統繪卷 有一側叫做 屁核戰繪卷 上面畫的呢 何止是演奏音樂這麼簡單 他直接用屁在紙上 就開個大洞 砰 或者是急跑對手都有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不管是中國啊 還是是這個歐洲啊 還是日本啊 其實用屁來幹大事 真的是蠻多的 有時候在放屁的時候 不是也都在想像 褲子被屁穿破 什麼東西 那你會怕放屁的時候 旁邊如果有娃娃是會爆炸的 可是這個網路上記得 在YouTube上應該是有一支影片 就是曾經有人真的用屁來 編火做 真的會燒起來這樣 砰 華國就有一個牛紅 他就是有九十幾隻乳牛 同時放屁 然後因為釋放太多的夾吻 所以整個牛紅就爆炸 聽說在日本也曾經發生過 有一個女性 在做雷射手術的時候放屁 氣體接觸到這個雷射光束 因此釀成火災 導致腰部跟腿部都燒傷了一個意外 這是都市傳說吧 這是真的嗎 真的真的 太扯了 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大家其實在做這個雷射手術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千萬不要放屁 真的非常的危險 非常的危險 屁無所不在喔 這個在公共場合呢 不管是聽到屁的聲音 還是聞到屁的味道 都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 直聞屁聲 不聞屁人 在日本的綜藝節目裡面 我們常常會把這個屁 當成一個搞笑的素材 也就有個很小的 在韓國的這個戲劇節目 順風婦產科裡面 也把放屁當成是一個人設 那在中國的民間故事裡面 其實也有賣相屁的故事 只是很可惜啊 在現實生活的世界裡面 放屁終究不是一個會讓人接受 或者會讓人喜歡的一個人物特質 可以分享一個我個人的小故事 我以前有一次跟一個公司的女同事 然後一起出去 然後我開車 她坐在我旁邊 我們講著講著 講的話都很開心 突然之間 不 喔 她放了一個屁 沒有很明顯的聲音 可以假裝沒有聽到 因為旁邊還放著音樂 但是慢慢那個屁的味道 開始散開來 整個車子裡面 都泥漫的屁的味道 她突然之間安靜了下來 沒有講話 但是因為她是一個可愛的女生 我當下有一種 不知道要不要講出來的這句話 我也一度想要把車窗搖下來 可是我怕車窗搖下來 她會心靈受創 所以我最後選擇一件事 就是沒有講話 我們就默默的就在車上 然後在那個窒息的空間當中 默默無聲的30分鐘 可能這樣會不會反而更尷尬 就如果你直接說 好臭喔 好臭喔 好像不會比較不尷尬 我覺得好難 真的很難 我們這時候不得不問一個問題 到底在放屁的時候 究竟是聲音會讓人尷尬 還是那個味道讓人覺得尷尬 彩琳妳覺得 我覺得是聲音 聲音 難道味道無所謂嗎 在英文有個字叫wet fart 就是濕的屁 濕的屁指的就是說 有一點水的 可是也是指比較臭的那種屁 就是那種重量感比較重的屁 因為有時候有一種屁是 BOOM很大的聲音 但是那種屁通常我都還好 因為通常 對 很像BOMB通常聲音 通常不會臭 就想屁不臭臭屁不想 對就這個意思 所以當我放出這個屁的時候 我還可以很大方說 不好意思我剛剛 大家可能就哄堂大笑 因為屁閉哄堂大笑 好 但是如果今天是 這個挫賽 這個整個房間 整個大家全部點車都壞了 有人在公共場合這樣嗎 這種通常都可以憋住嗎 通常都可以憋住嗎 但有的時候就是非常的困難 坦白說我也曾經經歷了 非常慘痛的意外 就有一次我是在騎摩托車 然後我突然之間覺得 哇 肚子好痛 然後你知道很痛的時候有時候 你會想要透過放屁真心 來減輕你腹部的壓力 OK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叮 打在褲子上 有時候有些人事物 總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誕生到這個世界上 好 OK 我是上班 不要看得過要集今天的節目 非常的有味道 掰掰 霧霧霧霧霧..... aaaa